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希克里成员宗敬 公开了与知名网红的恋爱 12月21号,宗敬在埃及发文 今天是圣诞节前夕 我想介绍一个像礼物一样 出现在我生活中的特别人物 她是我爱的人 请大家为我与这位懂得爱人 拥有宽厚心胸 且有艰辛信仰的爱旅的相遇 祈祷并关注 并公开了与男友的合照 这位网红在2014年 因建筑物坠落事故 造成全身麻痹 但之后她努力践行康复 目前靠轮椅生活 而她基因的YouTube频道 Worak 目前有着59万的订阅 昨天她也在YouTube 公开了与宗敬人聊天的影片 在影片中她问宗敬人 我因为腿部瘫痪而坐轮椅 你没有担心过吗 宗敬人回答说 我没有担心 一开始我没有想太多就见面了 宗敬人还回答了 与坐轮椅的人在一起 是否不方便的问题 约会时反而觉得更方便 因为停车费便宜 而且残障人士停车场就在入口前面 所以不用走太远 也表示是自己先发送了私讯给这位网红 大发 我偶尔会看Worak的YouTube频道 这位真的是个好男人 这位也都是好人 真的很高兴 恭喜你们 对于一个有名的爱豆来说 公开这种事情并不容易 宗敬人真的很了不起 看来是真爱 看那位先生的YouTube 他很积极 精神力也很强 他制作的影片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即使是下半生痘瘫 他仍然保有希望 努力站起来 同时制作内容 同时制作的内容 也是为残障人士创造更好的社会 作为一个拥有58万订阅的YouTuber 应该也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所以不用太担心 支持他们互相快乐的爱着对方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果然基督教的人 就要见基督教的人 看影片的话 聊天内容是 从上帝开始到上帝结尾 对于从今与这位网红的恋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12月22号 根据媒体报道 男团出身的饶蛇歌手崔某 被指控从去年7月至今年5月期间 偷拍与女友那个时候的画面 和女友身体中央部位等共20次 而被送上法庭了 据了解 当时崔某建议女友戴上眼罩进行那个后 通过无声相机APP进行了偷拍 除此之外 崔某还被指控 去年7月偷拍了在什瓦尔江南区一家酒吧 遇见的女性B某 仅穿内衣躺在床上的背影等共4次 受爱着表示 她被起诉后 虽有假装道歉 但最终还是以自己的前途为由 要求宽恕 而让我更加生气 目前因为韩国媒体们公开了 这是2017年出道的5人组合 对友在2019年被判夕 以及打马赛克的照片 所以韩国网友们都已经知道 是哪组男团了 真的是恶劣的变态 记者们也写得让人能够猜测 但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团体 是一级秘密 所以不能够输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女同志票学 最喜欢的KPOP女爱的前10位 10位 590年恩赛 9位 妈妈母门边 8位 7位 6位 5位 4位 3位 4位 3位 3位 2位 6位 5位 9位 6位 founded 6位 9位 15位 12位 16位 19位 ups 1位 14位 17位 18位 13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